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是我们一个重要的国家政策叫做ECFA 那到底ECFA内涵是什么呢 不知道是不是大家都已经弄清楚了 而整个国家是不是要去签 签了以后对我们国家或者两岸之间 后来将来走向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最近有人说ECFA是一个带翅的玫瑰 它很漂亮像个玫瑰 但是也可能带翅 到底它是怎么样一个带翅的玫瑰呢 我们待会看一段VCR 那我们再来进行讨论 到底要不要跟中国签订ECFA 在国内争议已久 在留那个时代 政府总是大力宣传ECFA的好处 对于负面效应则是不断闪躲 但吴敦义上台之后 一改六亏时期的作风 直言ECFA是带刺的玫瑰 乐观的人看到花 悲观的人看到刺 直接面对ECFA议题 在吴奎眼中 ECFA的花是经济利益 像是石化 纺织等产业 可因中国降税而获利 相反的 因为双方都要开放市场 家电或毛巾等产业 就会受到波及 政府要如何演你因应之道 台湾又要如何从ECFA协议中 获取最大的利益 今天醒报现场 邀请产业界以及学者 来共同探讨这个议题 欢迎各位观众再回到我们 醒报现场 那么我刚才提到说 我们这个ECFA 最近有人说 它像一个带刺的玫瑰 我们都知道玫瑰 是一个很漂亮的花 可是它的这个质干上 却带了刺 也就是说任何东西 它可能很漂亮 但是如果不仔细去 端倪的话 也可能会被刺到 那么这样的一个议题 也就是我们国家 到底签ECFA 对我们的利和弊 到底在哪里 其实很多人都看到它 是美利的一面 说我们ECFA非签不可 否则我们会边缘化 但是如果签了呢 到底是不是就 所有的产业都受贿呢 其实好像是不是 这个样子的 那么这样的一个议题 我想我们今天 要请到三位 我们对ECFA 非常有研究的学者专家 来跟各位进行讨论 好那我来介绍这三位 那么第一位呢 我们请到我们 空中大学供应器的教授 李允杰 李允杰你好 主持人建东兄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那第二位呢 我们要请到一个对 我们这个WTO 非常有研究的 就是我们中华经济研究院 WTO中心的 副市营长 我们杜巧霞 杜小姐 杜小姐你好 主持人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那第三位呢 我们再次请到 我们的工业总会的 副秘书长 我们蔡宏明 蔡秘书长 蔡秘书长你好 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OK那么 其实ECFA 我到现在 其实都不敢 在很多场次的演讲 或者在讲学中 对学生 都还不敢 讲得非常清楚 到底ECFA 内涵是什么 我真的很希望能够 easy clear give future answer 说很清楚的 讲明白 给将来的答案 到底ECFA 是什么的内涵呢 那我们知道 当然不是easy clear give future answer 是另外四个重要的字 我想我们再回来探讨 重新探讨ECFA的时候 我想是不是能够请 这个三位这个学生专家 再来对我们的ECFA 稍微的呢 把它做一个阐述 到底它是什么 我想观众一定会非常了解 我先请你杰兄 请问ECFA 从你的理解 什么是ECFA 当然ECFA 这四个字 当然是英文的间歇 就是经济合作框架协议 那是它间歇 那其实ECFA 事实上 事实上是FTA的一种 只不过说 它因为FTA 或者这个 比较 旷日费时 所以用框架协议来 会比较能够早的 获得所谓的早期收获 那其实台湾 为什么要签ECFA 很多人说 签ECFA对我们有什么好处 道理很简单 我讲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今天我们台湾 没有办法 这个加入很多国际的经济组织 或者跟这个美国 新加坡 跟很多国家签订FTA 很多国家都在看 到底两岸之间 什么时候签ECFA 那如果我们今天 没有办法签ECFA 我们当然就很难 加入东协师 加一加三 它这属于不能签的原因 是因为中国大陆 它好像我们听到有人说 是因为中国大陆会去主养 因为中国大陆 它本身是国际是个大国嘛 所以它有它的影响力 如果你不跟它先签的话 它怎么会让你进东协师 加三加一 所以胡锦涛胡六点里面的 第二点里面就提到 说两岸之间先这一个 怎么样建立一个 两岸的经济合作协议 进而探讨有利于 这个两岸呢 同时加入这个国际组织 他里面提到这一点 所以呢我就想说 好其实我们讲谈ECFA 两岸签ECFA 现在不只是两岸之间的FTA而已 更进一步的是说 我们今天我们要不要透过两岸 然后呢布局全球 那这个布局全球 特别是东协10加3加1 这个就好我去打个比方 就有十个小孩在那边 在那边谈FTA对不对 然后现在另外一个小孩 10加1加3他们都要加进去 那他们要在那边玩的老半天 一定是有它的吸引人的地方 一定是彼此之间有这个 所谓的这个互利双赢的地方 他们才去玩的那么起劲 或者人家为什么要签FTA 那今天台湾如果不加入这个GAME的话 我们就一直在外面 为什么那么为什么要签FTA呢 这道理很浅就是说 双方一定是呢 利大于弊 当然这里面不可能全部都是好的啦 一定是有利就有弊 那问题就是说 说这两边怎么样去透过谈 能够达到一个比较能够双赢的这个局面 特别是对台湾来讲 我们知道两个国家在签FTA的时候呢 通常对这个小经济体比较有利 为什么 因为对大经济体它的规模比较大 市场比较大 所以通常你如果你是 不管是用这个全球贸易分析模式 就所谓的这个GTAB 或者是用一般的均衡模式算出来的结果呢 就是小经济体 事实上它的GDP成长率会稍微高一些 所以从这个包括这个经济部 包括这个劳委会他们所做的研究报告 甚至于包括中经院 事实上台湾的这个GDP成长率呢 事实上叫中国大陆的GDP成长率稍微高一些 但是我们也不能忽略 不是说我们有经济成长率 对不对 我们这个有好处 我们就没有坏处 还是有的 很清楚中国大陆现在 不可能像过去20年前30年前一样 我为了要以金触统 我就什么好处你台湾要都给你 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 现在不是这样子的 现在他也要跟你怎么样寸土必争 所以也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很希望说 我们政府要早一点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你要知道对方想要什么这个开放的项目 你不要只是说我们想要什么 不知道对方要什么 那这个我们台湾会示意这个比较这个不利的地位 OK 好那么我们这个允杰兄已经把这个经济理论也讲出来了 均衡模型也甚至提出了孙子兵法 自己自己百战百胜 的确我想我们大家在这个运作任何模式都需要这样 那么我知道那个蔡富民主场在这个国家这个很多政策上有非常多贡献 建言 这里呢我就想请教 你知道刚才因为这个人家提到这个WTO 对不起啊就是EGFA呢跟这个所谓的FTA它有它的一定的关系 可是据我所知FTA是跟我们可以去跟其他很多国家签 但是现在我们要跟人家签其实不容易签 就是因为存在一个对岸的关系 从这个角度我想请问就是EGFA 它到底我刚还是想弄清楚它到底是什么 又跟我们去跟别的国家签FTA 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基本上我们目前所规划的EGFA 它是参考东协跟中国 在2002年所签订的 这个他们两国之间的全面性的经济合作架构协议 那换句话说这样的一个架构协议 它在这个整个的自由贸易的目标上面 他们确立了他们要到2010年 要达成所谓的自由贸易协定 因为这个时间在明年就到了 那到了这个2010年以后 大概他们之间 95%以上的产品都可以享受零关税 那所以基本上这样的一个架构协议呢 一方面它揭露了他们彼此 迈向自由贸易协定的目标 二方面呢 他提供了一个框架 这个框架他们定出了 进行这个东协跟中国去进行 所谓的商品贸易谈判 也就是所谓的2010年的目标 是在商品的自由化的谈判架构下 所达成的 然后他们也进行所谓的服务业的贸易谈判 在去年这个协议生效 那除此之外 他们彼此也签订了所谓的投资协议 去促进双方的投资的往来 换句话说 所谓的架构协定 它提供的是一个促进 他们彼此之间经贸关系的一个架构 那这个架构呢 我又必须要附带一提的是 因为当初中国跟东协之间的贸易 他们存在的一个相当大的问题就是 不管是东协本身也好 或者是中国跟东协本身的往来也好 都面对了一个 他们彼此有相当大差异的问题 所以一下子要达到所谓的全面的自由化 没有办法 所以他们有所谓的early harvest 就是所谓的提前收获的规定 大概从2004年开始 这个提前收获就开始实施了 换句话说 对我们来讲 我们今天所要看的 台湾跟中国大陆的early harvest 事实上也是包括这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就是去建立商品贸易 服务贸易 甚至于投资还有经济合作的架构 第二部分呢 就是希望在这些所谓的自由化还没有实施之前 能够有早期收获 对于 我们是希望 对于未来2010年以后 从东协卖到中国可以享受零关税的产品 也能够同样的适用给台湾 但是我这里要提醒的是说 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提前收获 它也是双向的 它的精神是双方去加速自由化 这个概念跟以前 我们在跟美国谈判 加入WTO的时候 各位如果有印象的话 应该会记得以前我们在跟美国谈判 加入WTO的时候 美国曾经要求 我们要提出所谓的投期款 也就是在还没有正式加入之前 能够提前的加速一些产品项目的自由化 这道理是一样的 换句话说 对两岸而言 未来要谈的 谈判的内容 就两大部分 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框架 一个呢 就是所谓的提前收获的清单 大概是这样 好 那我们谢谢这个秘书长 这里呢 谈到我们希望能够加速自由化 这个自由化这个字 就是free 那我们知道 这个谈自由化的议题其实蛮多的 那么 可是F有另外一个字 就是刚刚也提到 另外一个很重要就是 我们要如何把框架谈好 就是framework 我想这两字 待会我们还要再继续讨论 那尤其我们知道 这个谈自由化的东西 像WTO也是一个跟自由化 其实也是有关的 那就是两岸的 这个经贸关税的一些 这一些 不管是在产业 让它减免 能够让它有利于贸易制进行 等等的 有太多议题 我觉得值得探讨 那么刚刚谈到了 不管是商品的这个贸易 商品从商品角度 从服务角度 我们整个经贸走向 所以说我们F 实际上是在币签了 只是我们待会也会谈它的利与币 以及跟WTO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 我们进行一下广告 好 那刚刚我们的产品中提到 我们这个不管EGFA也好 或者甚至有FTA这样的概念也好 那么有一个东西很重要 就是加速自由化 那么到底怎么样加速自由化 又谈到自由化的时候 不免会让我联想到 早期不管在2001年 从大陆和台湾 就先加入第134个 第143 第144个 这个所谓的WTO成员国的时候 那WTO它也是一个加速自由化的一个概念 是对产业的 这个国与国之间的关税的一个 减免的一些概念 那么我们这里呢 这个我们所谓的杜指引长 他本身是这个专门研究WTO的 在中金院 我想请教一下这个杜指引长 这个WTO 那么现在跟我们所谈的EGFA 它到底有没有什么 这个异曲同工或者相通之处 那么还是一件事 它跟别的国家签FTA的这样的概念 能不能稍微为观众参数一下 好的 这个EGFA 其实最重要的一个作用 就是在于说未来两岸在签署 这个经济合作架构协议的时候 应该是在WTO的架构下去签署 那因为WTO呢 它目前在全球已经有150几个会员 那所有这些会员所签署的 这些经贸协定呢 都要送到WTO去 然后给这个WTO EGFA我们跟大陆火签也要送过去吗 也要送过去 送过去的话 它就会接受到WTO的一个规范 所以说这个是具有国际法的一个 效力的一个协定 那这个协定签署下去呢 基本上就可以使两岸之间的一个经贸关系 有一个比较公平的 有一个比较国际化的一个规定在那边 是WTO这个还是EGFA 两个都是 这个EGFA必须要送到WTO去 做这个通知的动作 那至于EGFA之后 可能两岸还会签署一些自由贸易协定 包括商品贸易自由化 服务贸易自由化 投资自由化 甚至争端解决 这些相关的协定呢 都要送到WTO去 那因为它必须要送到WTO去 所以它是属于一个国际法 它是有国际法的效力的 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下 两岸的关系就可以更国际化 那而且很显然 因为它是属于一个国际法的这个范围 所以两岸的关系 两岸的整个的这个经贸的环境 会更稳定 那所以这个对于未来台湾的经济发展 是非常重要 因为大家都知道 有一个很稳定的环境 尤其是跟这个中国大陆的一个 相互贸易相互往来的 这样的一个很稳定的环境的话 不管是对于台湾的投资 或是吸引国际的投资 进入到台湾 都是非常有用的 那刚才还有讲到说 所谓的加速自由化 就是说 你这个ECFA签署下去之后 它必须要符合WTO的一些相关规定 其中包括了就是说 这个成立自由贸易区 那这个成立自由贸易区呢 就包括了两岸必须要消除一些关税 那还有这个包括服务业这个地方 让大家要进一步的相互去开放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就是说 它是一个加速自由化 ECFA成立 我们如果两边台ECFA 我们还要成立一个自由贸易区 ECFA架构也要这样做吗 对 就是 ECFA它就会设定一个架构 这个架构呢 其实就是要朝向 两岸要成立自由贸易区 这一个方向去发展 因为这个是在WTO的GET的 第24条规定的 所以说 应该是要朝这个方向去发展 只不过说 这个成立自由贸易区 可能会有一个相当长的一个过渡期 去调整 而且这一个双方的协议 可能也需要时间去进行 去达成这样的一个协议 好 那我谢谢杜吴指引长给我们的详细的解说 甚至把GET之前的一些条文都拿出来 告诉观众 那么现在是这样 那个据我所知 MOU好像也是在WTO的架构之下 那么这样看起来 WTO我们翻译起来 它就是一个世界贸易组织 它是一个组织 所以它会订一些条文 好像是它设定一个入尔式 然后我们签ECFA的时候是一个行为 但这两边互惠的行为 必须好像有一些规范 是这个样子 对 基本上要符合WTO的一些相关规定 OK 好 那么我想这个相当重要 再来呢 李先生我想请教一下 您刚刚提到这个 FTA也好 AQFA也好 只要一签小波就比较有利 这是您刚刚讲的 一般来讲 可是据我所知 我们说aggregate 就是总和来讲会有利 但实际上 我们这次在分析说 代词的玫瑰就是说 不是都有利的 有些产业是很好 其实有些产业是 反而是得到这个成章 老子说过一句话 老子说过一句话 或之或之所欺 或之或之所欺 有点难 就是或胡相义 或胡相义 任何一件事情 不是全部都是利没有弊 一定是有利弊有弊 所以这个利弊之间 是参见的 只是说 如果这个FTA 如果不是利大于弊的话 为什么那么多家叫做钱 就是说 因为透过贸易自由化之后 减少教育成本 然后呢 这个双方可以让自己的 这个产品呢 能够扩大它的市场 当然这里面呢 一定会出现有一些弱势产业 因为它竞争力不足 所以他就会担心说 利弊开放之后 我就没有工作了 所以这个时候 政府的配套措施很重要 所以为什么 老委会他不是也在评估 说究竟 签了ECFA之后 对于我们就业的 产业的冲击评估 有怎么样 那只是说 我觉得这里面的评估 我觉得 我自己认为说 它的评估还不够细致 因为事实上 这里面 当然我一般的看出来 就是说大概 对台湾来讲 比较有利的行业 比如说石化 机械 纺织 自行车 这些当然是有利 那对于不利的行业呢 我看好几个报告都不太一样 就是那个细项部分不太一样 那我觉得这里面呢 可能会有一些 这个很多人就会担心说 究竟开放之后 我利还是不利 所以我觉得政府 在做这方面研究 可能还要更细致一点 我打个比方 你比如说 很多人担心说 一开放之后 那个毛巾叶 引领的毛巾叶就完蛋了 我倒不这样看 我各位回想一下 当初我们开放火鸡肉 有没有 美国要计数301条款 那时候还记不记得肖万长 因为火鸡肉 基隆上来抗议 结果肖万长在谈判的时候 出来的时候 被丢了鸡蛋 满身都是 有没有 后来他还是微笑出来 鸡蛋满身 他还是微笑 所以微笑老少 不进而走 当时这个名号就这样来的 可是各位还记不记得 开放之后 大家很担心 基隆会没有投入 可是结果怎么样 台湾男人不喜欢吃 美国的火鸡肉嘛 美国火鸡肉 又冷冻 又丁又坏吃 肉吃不好吃 台湾男人还是喜欢吃什么 是那个传统市场的土 那个现宰鸡肉嘛 所以很多人担心是 结果怎么样 是空 虚惊一场 根本没有那个必要 所以我也认为说 毛巾开放之后 其实很多台湾人 我宁可要花Double的钱 来买台湾毛巾 也不会买大陆的毛巾 所以我觉得很多的忧虑 也许不需要那么大的 但是 这里面就来了 就是说究竟 我们政府 对于这个产业的 这个所谓的 这个趋吉避凶之道 它也没有真正 仔细做个评估 然后也没有真正的去 这个做好配套措施 你譬如说 在某些弱势产业 那么你会失 你如果假设会失业 2万年 3万年也好 你政府怎么样 来辅助他们 怎么样来转型 成立什么样的农业 什么样的基金 来帮助这些人 我觉得这才是政府 应该要及时廣益的地方 这个我想 这你也讲得很好 政府要仔细评估 我相信政府这个相关部门 都有非常做很大的努力 尤其他们在这个不少的这个声音 给他们有一些评级之后 实际上他们在不断的 在言敲里面的 评估里面的细节 当然你讲说这个要做到 这么细致有点困难 还不够细致 那别讲到趋吉避凶任 那这个东西其实不好做 那我想 你相信我们今天一个很重要的议题 就是我们到底要看这个玫瑰 是有没有带吃 也就是说哪些产业实际上可能会受惠 有些可能就不一定就会受惠 所以我还是 我是不是也能请这个 这个民主长 让我们分析一下 刚刚讲的WTO 当然就是一个自由化 那自由化实际上 是国际走地球出一个趋势 那么一旦我们这样签以后 当然好像有些产业就觉得 哎呀这一旦自由化 对它有利 有些不利 以你所认知 他刚讲说很多产业是有受惠 有些不受惠的产业是每个报道不同 那以你的概念 到底你能不能分出来说 大概哪些产业会受惠 或什么样的产业会 可能会失利啊 基本上我们应该这样看 就是说 签订FR对台湾产业的影响 它实质的领域 是要看未来谈判出来的协定 以及呢 纳入提前收获的项目而定 换句话说 今天两岸的产业 因为经济规模的关系 甚至于呢 因为劳动成本 原物料成本的差异性 的确 会让很多产业面对 来自中国的竞争 包括刚刚所提到的毛巾业 甚至于呢 我们的这个所谓的 自协业 磁砖业 还有一些这个 包括什么被单啊 这些的仿制 仿制成衣 这些行业 可能 会受到 比较明显的影响 但是问题是 这些项目要不要开放 要不要 加速自由化 如果 我们可以 提供一个 所谓的缓冲期 也就是说 对于所谓的 提前收获的项目 我们把 这些敏感性的 弱势的产业 给排除 对于未来的自由化 我们给它一个 比较长的 调整的时间 如果 我有一个问题 如果两岸 如果去签 你可以选择说 我们不利于我们 就把它排除吗 不知道谁人回答说 因为如果 要谈的话 也是两项在谈 我说这个对我不利于 我就排除 基本上 基本上 我们假使从中国 跟东协的 谈判的经验来看的话 他们 的确是把产品 分成两大类 一类叫做正常类 它可以依照 这个一定的时程 来进行开放 来降低关税 但是那一类是敏感类 也就是说 双方可以经由谈判来决定 哪些产品 应该要列入敏感类 比如说 像这个在 在东协这些国家 他们很担心中国的汽车 家电 会对他们带来影响 所以这些都是敏感类 他把它列为敏感类的话 也就是说 要么他就是 在最后才开放 要么他到最后 还是维持一定的保护的税率 甚至于有些 根本就不列进去 这是有可能的 所以我们常说 所谓的趋吉避凶 所谓的要找最大的机会 让风险变到最小 其实所有的关键 都是看你怎么谈 对 好 刚才讲到这个 敏感类和正常类 那我从一个国家角度来讲 所以我很多种产业 很多种产业 那么这么多种产业里面 有的会获利 像我这边有一份资料 刚才谈到的 纺织业 钢铁业 塑化业 石化业 这个机械业实际上 这个报导是获利的 那这样子 是不是就当作 所以有利就是正常 那么有弊的 像电子业会被冲击 农业会被冲击 那这就属于敏感 是这样子吗 是从这个角度 还是当我以前认识 甚至还有一种敏感 是很影响到国防科技 影响到我们机密技术 都算 都算是不是 那我们从WTO 这个专家来这样看 我们请问杜这个执行长 你觉得这样讲到说利与弊 那么在我们设计说 分两类这样的一个架构 你觉得是不是 是应该这样的分 那WTO 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概念 如果按照WTO的规定的话 它是要求成立自由贸易区的 这个双方 他们的自由化的程度 要达到substantially all trade 就是几乎所有的贸易 都是零关税 不过呢 WTO的这一项规定 事实上 它没有一个很清楚的定义 什么叫做substantially all trade 也就是说 它没有一个很明确的百分比 彼此之间的自由化的 零关税的比例 到底是要到达90%呢 还是80% 甚至50%也不一定 这里有很多数字问题 我相信这个有值得探讨 我想等下一段的时候 我再请教一下 我们杜执行长 因为这的确 我也想让观众能够了解 就是说有利有弊 到底哪些要签与不签 在这个制度上 或者我们之后 以后签 以后对两个国家的影响 到底有什么关系 我们待会再进行讨论 在下一段 谢谢 那我们来进广告 欢迎各位观众 再回到我们行报现场 刚才我们这个节目呢 谈到了这个 从ECFA来谈 就是说我们刚才 蔡明传已经告诉我们 一件重要的事情 就是说我们的产业 其实有利的 我们可以把它当正常类 如果不利 当敏感类 当然敏感类也可能 能监测到我们的所谓 重要的科技机密的 或者是国防机密的 这样的一些产业 好 那么但是呢 我们WTO这边的 WTO专案也告诉我们 实际上各个产业 照理讲 我们说应该有一个 什么样一些制度 那么每一个本体 就不太一致 我想我们请这个 我们这个基金长 把它说清楚 那么当然还有一个议题 待会我们要讨论 就是我觉得 里面有个电子业 因为我们台湾是以电子导向 为这个线区 所以我们请这个 我们这个执行长先跟我们分析一下 您刚所谓的那些 %的问题好吗 好的 就是说在WTO架构下 他当然是希望任何的会员 去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时候 这个自由化的程度 都是越高越好 但是呢 他没有办法要求 所有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 都是非常友好 已经都有非常高度的 互信的这些贸易伙伴 所以呢 像目前台湾跟这个大陆 它的关系就是非常特殊的一个关系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事实上签署的一些协定 也可以基于两岸一些特殊的关系 去签署一些协定 那因为有这些特殊的关系呢 所以我们是不是一定要符合 substantially all trade 都是零关税的这个要求 就不一定了 substantially all trade 因为观众有时候可能听明白 是它的中文要怎么翻译 就是绝大多数的贸易 OK 绝大多数的贸易 都要零关税 就是它基本上要求是这样 但是呢 WTO的这一条规定 事实上是没有强制的约束力 因为它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 那WTO它基本上它在 譬如说收到这个ECFA的通知之后 它会给这个WTO其他会员做一个review 就是一个审视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这些WTO其他会员去审视 两岸的这个ECFA的时候 它可能它没有一个权利说 这个ECFA是不是符合了这个GET 第24条的规定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台湾跟这个中国大陆只要有一个 他们自己认为说是有充分的理由说 就目前的状况来讲 这个已经是符合WTO的自由化的精神 那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的ECFA或者是说 之后签署的这些自由贸易协定 基本上就可以过关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大家不必太去担心说 这个两岸签署的这些自由贸易协定 它的所涵盖的这个自由化的 零关税的这些项目到底有多少 也就是说有一些我们认为说 非常敏感的一些项目 事实上是可以排除的 那另外还有刚才您讲到说 关于这个目前的一些经济影响评估 所评估出来的说 对于我们的电子业好像有一个负面影响 其实这个最主要的原因是在于说 我们适用经济模型的时候有一个限制 也就是说这一个经济模型 它是假设说这个整个的这个经济的环境里面 它的资源是固定的 那当一些自由化的措施 在某些产业实施了之后 那这个整个的资源就会移向那些产业 譬如说我们说现在的纺织啊 成衣啊还有这些可能钢铁啊这些 它的关税比较高 所以它的这个关税降低了之后 有一些产业 有一些这个资源 包括就业的人数啊 可能就会往这个方向去移动 所以说经过一点学术 或者说实物的一个研究员 所得到的心得 那这个我们应该多多少少 应该要能够采信才对嘛 对 但是就是说一个经济模型 它要去做一个量化评估的时候 它一定要有一些比较简化的假设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 因为电子产业 目前已经都没有关税了 已经都是零关税 大多数都是零关税 所以说造成那个资源 可能会移向其他的产业 但是事实上 因为这个电子产业 它所需要的这些资本 跟这个一般的传统的产业 它需要的资本是不一样的 所以在实质上 应该不会造成这种资源的排挤 OK 所以您刚刚提到的 资源排挤效应 这也是我所看到 因为资源排挤效应 所产生电子业的 可能会受到比较很大的负面冲击 尤其是我看到的数据是最大的冲击 就是它会损失到2491亿 这样的一个严重的冲击 不过您刚刚讲是因为 有一个假设问题 所以假设不公平不平等 那不能修正这个假设 然后去做一个remodel 这样子做吗 所以在经济部 它有去做一个修正 它的修正的结果就是说 假如说没有发生这种资源排挤的效果 那对于电子业产业当然就没有负面的影响 OK 那我们可能就要看到底会排挤 那刚刚尹杰你好像这个事实有点 就补充一下 就是说当然它那个 不就是刚刚杜主任讲的 就是它的这个模型 它里面有一些假设 但是明明它没有考虑到 其实中华政信所的统计是 我们电子电机至少损失3000多亿 但是这里面这样 就是说我们的电子业 其实大部分台商都已经到大陆去了 所以如果说你思考这个 就是说我们目前的这个电子科技业者 已经在那边布局那么久了 而且早就已经享受在中国大陆这个零关税了 跟东西的零关税 所以其实这种情况之下 事实上真正实际上 我们所受的这个损失不会这么多了 应该是不到一半 但是不管怎么讲 就是说当然我一方面 我觉得双方一定会趋吉避凶 就是说你想去避凶 我也想去避凶 所以今天这个中共那边的这个报告 他自己也讲出来了 他说呢希望双边能够兼 兼顾双方的利益 互利双赢 这什么意思呢 就说你台湾你想要这个早期收获 我也想要早期收获 对不对 所以上一次上个月 上个月 9月份的时候 我们在 我跟杜主任我们就有到厦门去参加一个研讨会 他们那个商务部的 港澳台办公室 港澳台师的这个研究中心的主任 叫刘雪芹 他的论文就很妙 他就表达出来了 他说了 如果开放之后 台湾呢 这个台湾要进口到大陆这边来的 比如说玻璃 机械 车床 我们就不让他进来 为什么 对我们才能冲击太大了 他们也在说也要趋吉避凶 所以换句话讲 双方一定会谈 谈到最后结果会怎么样呢 双方交集嘛 就是说你对你有利 然后对我这边不会有太大的影响的 我让你进来 同样的道理 大陆要过来的 比如说他就说你 假设你要早期收获 我要早期收获 比如说大陆很坚持的 为什么我们农业的产品不能进来 他一直在讲这些东西 所以 我觉得谈判没有那么样的 这个轻松啦愉快 这里面 双方 我刚刚讲过 现在大陆 已经不像以前那样 就是说我 为了要以金簇筒 你台湾要的 我全部都给你 你要什么 要五毛给一块 不可能 因为现在他也要考虑到他本身的产业利益 所以 这样的情况之下 台湾也要心理准备 我们也要算清楚 反正这个算盘都要打清楚 但是有一个 有一个就是说 早期收获 怎么样让双方能够有一个交集 就是说对你 对我有利 对你不影响的 我们把它弄个清单 用一个交集出来 我觉得台湾这方面呢 准备的工作还是要再强化 刚刚他谈到说 两边在谈 这个谈判绝对不是很轻松 但是说如果不轻松不愉快 我很担心不愉快 不愉快 我们要避免 即使谈不成也要愉快 对啊 我觉得谈会不轻松 而且不容易 这是一定的 我觉得有些细节 说不好的一点 文光谈 当主权这是一个最高的层级 谈主权谈到最后 你看两边怎么谈都不对 所以只要有一个 相当绝对对等的利益 两边谈不容 我觉得那就很难谈 就很不容易了 所以刚才就是 这个 现在我想拉出了两个问题 还是第一个 就是谈到 产业当有利有弊 每一个都希望能够早期收获 然后呢 又讲到这个所谓的 我们希望能够创造这个 互惠双赢 那当然我们这是口号 像是口号 对不对 我们要屈其必凶 那么两边都会自己这样想 但是一旦两边都屈其 就这里几是那边凶 那边凶是这边凶 那边凶是这边凶 请问怎么谈 我记得刚刚那个 这个 执行长你刚刚也还继续讲到 就是有关这里面的产业 就是屈必凶 甚至他刚刚也提到电子业 好像有一半 甚至他说不会那么严重 有一些已经到大陆去了 您是这样看吗 如果说我刚才很重视这个 就是因为电子业 是台湾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龙头产业 那么如果电子业受从 你当然就有很大影响 但是电子业 不管remodel或原先的模型 你觉得哪一套比较准 或者以你的判定 或者你在做这样的研究 你觉得到底会不会受影响 电子业其实应该是 就像我刚才讲的 应该是不会受影响 最主要就是说 电子业所吸收的这种资本 跟一般的传统产业所吸收的资本 是不一样的 它是一个非常资本密集的一个产业 它所用的人力也是不一样的 再加上我们大多数的这些电子业 已经到大陆去投资 所以刚刚上面所提到的 资源排行效应不会发生 就电子业来讲应该是不会 所以我刚才讲说 那个主要是因为模型的一个限制 那模型是谁 这个是国际上通用的 比较适合用在国际间 去做比较的一个模型 那这样就非常清楚 这是国际的一个通用的模型 但不是用我们本国 但是我们本国却把它做了模拟出来 得到一个不好的结果 因为这个广告效应很大的 不好对电子业影响很大 所以我很关心这一块 所以主管单位就是经济部 他有就那一部分去做一些修正 有在做修正 我举个例子啦 你比如说我们那个模型 没办法分出来说 这个电子厂商是属于台商 还是什么商 对不对 他就把它换成是大陆的 但是台商它很多是子公司嘛 它母公司在台北嘛 它在大陆设子公司 那这里面它所赚的 它到底是算谁的 算台湾的嘛 实际上是赚 因为台商很多 还是要把钱汇回母公司 或者是说他跟台湾 买机械买设备 买原料进来嘛 所以这里面 这里面就是说 就是说你如果考虑到很多 电子产业的台商 在里面布局的话 实际上我们所 受伤及就没那么大 所以这里当蔡秘书长 您的看法如何 还有在这个趋级避凶这样的 两边难免会有说 这个急就是他的凶 这样的看法 你有什么意见 我觉得我们应该提醒一下 就是说 当我们在看待这个模型的时候 模型的推估的结果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理解 这模型的推估结果 主要是针对关税减让 也就是说我们刚刚讲 加速零关税 或者是自由化的过程 所带来的效果 但是我们必须要理解 就是说今天全世界 包括中国大陆的 这个资讯科技产品的关税 事实上到2005年的时候 它也降了一点关税 所以刚刚这个杜博士 所说的 因为模型的限制 它未来相对的 它降税的幅度会很小 几乎是没有 所以它当然不能够创造 太多的经济的利益 但是我们除了关税以外 我们必须要看投资啊 看我们的产业竞争力啊 各位应该知道像这个江苏省 它这个进口的高科技的零组件 特别是ICT的组件里面 百分之八九十都是来自台湾 换句话说 假使两岸签了FR以后 它所带动的 是一个包括带动中国的ICT产业的发展 跟台湾的ICT产业发展的结果 那么它对台湾的 这个所谓的零组件半成品的需求 会更加的扩大 那至于说这样的一个目标 可不可能实现 非常有可能 只要你持续的维持你的竞争优势 那所以我这边其实一个很大的感想就是说 到底一个产业能不能从APPA里面获利啊 事实上是要决定于这个产业的竞争力 是 产业竞争力绝对重要 我们刚才讲到 我们希望能 两边希望创造互利双赢 那么各自呢 又都有自己这个所谓优势产业 以及可能会签了之后的劣势产业 大家都希望趋吉避凶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呢 我刚才就是说 这里面难免呢 就是可能你的利益是高 不算好是别人的这个不利益 所以这两边在谈的时候 的确需要仔细的谈 如何呢 能够让他们都能够早期获益的这个呢 可能在签这个自由化的 %高一点 或者在部分 也就是部分 可能还要维持它的这个部分 它的一些限制 我觉得可能这个还要 真的是要经过一些仔细的谈判 那我们下一段呢 可能要探讨一下 这个黑法到底签了以后 对我们台湾 到底呢 会有怎么样的一个正面 甚至会不会带刺有负面的影响 以及啊 我们这个到底对我们整个亚太区域的这个影响 那我们待会再进行探讨 先进一段广告 好 欢迎各位观众回到我们请报现场 那么黑法签了之后呢 它到底是就是一个漂亮的玫瑰还是带刺的玫瑰 当然大家知道玫瑰一定带刺任何好的东西 可能就会有一些 我们所谓的副作用啊 或者坏的效果啦 难免会产生 那么黑法要签不签 这个我们都大概有点 一定知道了 因为在这个国际啊 走上这个 促进自由化的这个角度来讲 如果不签 我们就等于把自己边缘化掉了 好 那么要签到底对我们台湾以及对岸 到底有利有弊呢 这个啊 是一个比较概念性的问题 来我请教一下 你觉得有利有弊 我觉得当然是利大于弊了 那你刚刚想说带刺的玫瑰 那玫瑰当然是带刺 问题是 你不要那么笨道的用手去抓刺嘛 你是不是弄个这一个手套 或者是拿一个卫生纸 对不对 来抓这个玫瑰就不会被刺到了嘛 所以同样的道理 我觉得今天我们谈这个ECFA 当然我们就希望说 最主要的目的 当然不是为了签ECFA签NECFA 而是说 如果2010年 东协10加1加3 或者是将来这个2012 东协10加3成立之后 我们台湾真的会被边缘化 因为大家都是零关税 那到时候我们不签的话 也是很多人失业 特别是那些石化机械 这个都会失业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必须势必要签 签如果是利大于弊的话 那只是说我们后面 要怎么样做好防护措施 就是我讲的 你要不要挂手套嘛 戴这个手套 或者是说你拿着卫生纸 后一点卫生纸抓它 那所以现在问题重点就是说 我们也不要很天真的以为 老共会什么都给你 不可能 他们也会要求 说你开放什么开放什么 如果你不给他的话 如果你不开放 那我这个你要想要的 我也不开放 那最后可能最后双方 就会把那个交集缩小 就是说好 这部分是大家共识 早期收获就是列这些清单 所以我们也不要期望太高 也要心理准备 那虽然说 当然在谈ECFA 或者谈FTA的时候 我们有早期收获 有缓冲机制 有反倾销条款 这些都可以用 但是我认为 最早期的时候 两岸之间谈 就一定是先易后难 就是说我先把东西搞起来的 所以老共已经讲出这个讯息了嘛 就是本着兼顾双方的利益 互利双赢 这讲得很清楚了嘛 就是说你台湾也不要期待 你要我开放的东西 我都开放 因为有些东西 我产业利益我也要顾啊 对我也不利啊 所以互利双赢什么意思 就是双方有交集的 那有交集的 可能最后的这个项目呢 可能就会缩小到 比如说本来是愿意说 双方可以开放两三百项 最后就一百多项先开放 我的看法是这样 那我想你今天很清楚的 他绝对是赞成 但是当然一定有这个B的部分 所以他说用厚的卫生纸 或者戴着手套 B掉那个刺的部分 当然这是一个聪明的想法 就是说在政策上 的确是要有些配套 说是如何让B的分减少 我想是这样子 那其实不管从经贸或投资角度 其实台湾大陆 我们应该这样讲 早就是联体赢了啦 但是台湾的头太小 也不然头太大 这其实有个问题 我还是一样关心这个 就请教我们这个 指引长就是两边是联体 没有错 经贸互动都这样 但是还有那么多的限制 所以我们法4要签 但是签了以后 到底是不是就一定是低 或者说您赞成的程度如何 还有一个我也想问 这个对大陆 当然因为你一直讲说 给他给他给他 他要给我们东西 难道他没有 他自己不给 也能够得到的好处吗 请教一下 对其实成立这个自由贸易区 对于签署的这些成员国来讲 都是互利双赢的 那对于台湾来讲 那个有利的部分尤其大 最主要目前两岸的关税水准 大陆是比我们高一倍 它的平均关税水准是大概9.7% 我们只有5%左右 那实质的我们的实质的有效关税 只有1.7% 所以这样就是说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说如果双方都降税 如果签的话 对他们反而在这方面更有利吗 不是 他们降税 他们要降9个百分点 像我们这里 我们只要降一半的百分点 所以说他们开放的程度 是比我们大的 再加上他们的内需的市场 比我们大很多 大概是我们的60倍 所以对我们是绝对应该说是很有利 绝对是对我们有利的 那另外呢 可能有一部分我们国内 台湾的这个比较弱势的产业 可能会难免会有一些冲击 但是在这个关税取消之后 这个当你这个市场竞争提高的时候 任何产业它都一定有一些调整能力 如果说今天政府这个保护伞 永远不拿掉 它就不会去调整 因为人都有惰性 但是你这保护伞拿走了之后 任何人都有一个基本的调整能力 如果说它调整不足的话 调整力不足的话 政府再加一些这个辅导措施 协助它调整 譬如说给一些工人一些重新就业的 一些这个职业训练啊 或者是帮助产业去做一些积极的 这个产业的研发啊 这一类的调整都可以协助这个产业啊 就它的这个生产结构去做一个调整 所以基本上对于这些弱势产业来讲 并不是他们完全会坐在那里挨打 而是每一个人都会发挥出那一个调整的能力 那另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 台湾如果能够加入到这个整个东亚经济整合的 这个国际环境里面的话 台湾可以吸引到很多的国际投资进入到台湾来 这样对台湾未来的整个的产业的升级 整个的经济发展是更有利的 所以台湾势必要加入 讲得好我想势必要加两个都非常赞成 因为刚讲自由化对不对 现在我们又提出一个就是国际化 当我们这个签了以后呢 实际上让我们台湾 不管我们这个电子城的世界的电子导国 那他大家都知道了我也弄了 但是我如果我们不降钱 可能在经贸中可能我们把自己设限了 所以一旦签的确我们在国际化的程度也会提高嘛 所以国际化自由化是两个角度都有利了 对对对对非常好 谢谢那一样我想请教那个 我们的蔡这个秘书长 因为您我知道您在很多两岸的事务 这个非常多的琢磨和这个研究 一样的议题我想请教 那也就是您赞成与否 尤其是他的利多 那到底是您怎么去判断 以及还有我还想知道的 那对大陆那边 那么大陆他这样比较多关注 要比较多开放 他签了ECFA以后 对他到底有什么样的利益 基本上假使从两岸签订ECFA的影响 目前国内啊 比较多的争议是 到底对哪些产业有利益 对哪些产业不利益 那会造成多少失业 事实上这些都是充满争议性的话题 但是我刚刚也跟大家报告过就是 如果以目前两岸未来签署 EFA的内容来看的话 我们是可以预期啊 对于那些目前可能会受到 中国跟东协的FTA影响 而受到不利的 特别是他们在明年降为零关税以后 不利影响的 像这个纺织石化 机器设备 甚至于LCD等等 这些行业是有利的 那当然对于那些台湾相对竞争力不足 所谓相对竞争力不足很简单的说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中国大陆的产品在台湾 跟台湾的产品之间 大概都有两成到三成的价差 换句话说 对于这些存在价差 而且可能被替代的产业 未来我们会不会纳入 这个所谓的提前收货的清单 如果不纳入的话 那以后会用什么样的方式 来走向自由化 会是决定它会不会受到影响 那所以基本上我个人觉得 其实签了以后 它是不是会成为一个带刺的玫瑰 其实是看未来怎么谈 开放的时间怎么定 那所以对政府来讲 我这边是有一个建议 就是说 其实很多厂商会有疑虑 政府应该要把 它未来可能影响的方式 途径 甚至于时间 必须要告诉我们的产业景 那至于说 到底怎么去应对 到底怎么去应对 我个人常 我经常提倡一个概念 就是说我们不要等到它受到冲击 才去帮助它 刚刚大家都提过 创新研发 甚至于设计包装 这些都该做 但是我个人认为 不管是从提升台湾的 竞争力的角度也好 还是应对APFA的角度也好 今天就该开始做 还没签了就该做 是 OK 大家都已经提到正面的意义 那允杰 我知道 你对这个方面 一定有非常多的心得要讲 我只建议一点 我认为现在就是说 政府 就是它现在该做什么呢 就除了刚刚这个 蔡副部长讲的之外 我觉得政府 它应该就是说 要跟国内业者 包括劳工也沟通很清楚 就是说 我们政府 我们的 这个 谈判的策略 就是第一步 我们先尽量 尽我们全力 把可能会受到冲击的敏感性 或者弱势产业 或者弱势产业 把它排除在 这个清单之外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 真的挡不住了 那 一定会受到冲击 那受冲击的产业 有些是产业 活不下去 有些是活得下去 那活得下去的话呢 政府就应该看怎么样 能够来辅导这些产业的劳工 提升竞争力 透过行销 透过这个 精致化 市场区隔 或者 其中它整个这个竞争力 这是第二步 第三步 有些产业活不下去了 那政府要赶快畏与筹谋 那这些活不下去的产业 劳工可以赶快转型 要辅导就业 要在职训练 等等 所以政府要做事情 很多很多 所以我一直认为说 ECFA今天不是经济部的事情而已 ECFA牵涉到农委会 金管会 因为将来MOU 现在MOU只是一个入场卷而已 你要谈ECFA才能够 让你提前承受人民币业务 我想你很清楚 对不对 金管会 农委会 这一个新闻局 这一个 甚至连外交部都有在里面 国安会都在里面 所以我觉得 这应该是一个跨部会的 一个团队分工合作的时代 之前就有一个跨部会 他们最后的言语不同 那个近时间不同 造成后来说 这没有一定的时间点 我觉得跨部会的 很像协调是相当重要的 还有老委会 您刚才还讲到 要戴手套去处理 这就是配套处置要做得好 所以您刚才讲说 我们有所谓劣势产业 我们要怎么样去等于是保护它 实际上我们台湾 全世界都一样 在它保护 与不保护的这个进程中 实际上就有所谓的 受保护产业 因为以前在关税 这个进口出口 有所谓的补贴 诸如此类的 这个都是可以做的 我相信是这样 其他有个议题我很关心 EGFA其实有人反对 都不知道内容是什么 就是因为它的主权问题 你们觉得 好简单的 我们很简单的讲 从主权问题 大陆它会想签 不是这样吗 但是签到底会影响到主权 这个能不能稍微谈一下 还有一个人家说 当你谈到主权 谈EGFA的时候谈到税 税就是国家在谈 那就国家 就我们就有主权了 是不是这样子 我请对WTO专家 OK 好 就WTO来讲 我们台湾加入WTO 是以台澎金马 关税领益 这个方式去加入的 那当然最主要就是说 因为我们对于台澎金马 这个地方 我们的关税是有主权的 那所以未来在签这个 FTA或者是EGFA的时候 基本上我猜想 应该也是在WTO架构下 然后用这种方式去签 有主权的这样子的架具 因为税的问题要国家签嘛 对 对 我们是一个独立关税领域 这个关税领域 我们是有主权的 大陆会愿意吗 从这个角度 他喜欢跟我们互动 可是又强到 你要用国共签 简单的简单 我们这边当然希望用 WTO的这一个架构规范 就是用台湾金马 独立关税领域 来跟他们签 可是大陆 我的了解 他希望说 我们签是两岸 所以他为了去强调两岸 所以他可能 他希望透过海基海鲜来签 可是我们台湾 不愿意 所以这里面 其实还是得谈 还是得谈 那这真的是有非常多的东西 谈 我不知道蔡指定长 您觉得呢 我这一点要讲 就是说 既然这个ECFA 将来一定要通知WTO 我们当然是用 我们加入WTO的名称去签 好 我想这就要给政府 正好一个很好的建议了 好 我想这个东西 不管是正常产业 或者敏感产业 有利或有弊 我觉得政府 真的是扮演一个 非常重要的角色 两边要仔细的谈 这是很敏感的 那么当然 岛内我们自己 哪些产业 要怎么样做配套措施 我觉得政府都应该要非常 眼睛做得很细致 刚刚这引杰讲的 那么明年冻协加三 冻协加一 2012冻协加三 我们台湾 绝对不能给变化 ECFA 势在必签 那么怎么签的好 那么我们慈目以待 谢谢